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2月4号在中国吉林省闭幕 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出席闭幕式 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首先入场 中国队以19金19银23桶的成绩 名列奖牌榜首位 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别位列 奖牌榜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宣布 本届亚冬会闭幕 我宣布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闭幕 中国长春市市长将要领事会会期 交给要领事会副主席霍振庭 霍振庭将会期转交下一届举办城市市长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市长 塔斯姆加贝托夫手中 随后进行了精彩的闭幕式晚会演出 北京时间2月7日凌晨4点 德国杜塞尔多夫室内田径邀请赛 结束了最后一项男子60米跨篮的争夺 中国选手刘翔轻松获得冠军 并打破赛会记录 大赛将比赛分两组进行 刘翔 史东衡等选手以A组选手出场 该组由8名选手参加 刘翔在第4道 史东衡则在第2道 由于罗伯斯的退出 刘翔在比赛中的最大牌对手就胜加西亚了 他排在第1道 大会介绍到刘翔时 全场爆发出最热烈的掌声 刘翔做出了一个非常自信的动作 可能是因为高手云集的原因 第一强 古巴选手加西亚强跑 裁判给予黄牌警告 第二强 亚麦加名将维格纳尔再次抢跑 被红牌发下 但是这对刘翔并没有造成影响 第三枪枪响后 刘翔的起跑并不占优势 跑到第一篮时 美国人布兰莱特处在领先优势 但随后 刘翔开始发力追赶 最终 刘翔以7秒53的成绩 轻松获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 赛后 刘翔向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美国的布兰莱特以7秒61获得亚军 杜塞尔多夫战60米蓝比赛 是刘翔德国之行的第二战比赛 由于缺乏强劲对手 刘翔轻松获胜 三天前 在斯图加特战比赛上 刘翔虽然跑出了7秒45 却不敌古巴小将罗伯斯的7秒38 看起来 罗伯斯已经成为刘翔北京奥运会上的 最大竞争对手 似乎为了避开刘翔的反击 罗伯斯退出了此战比赛 这让观众对11日 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的第三战室内较量 更加充满了期待 不久前 赴美国疗伤的中国女排队员 冯坤 赵蕊蕊和美国女排主教练 郎平手术后一同出院 现在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康复中心 进行康复训练 从他们手术前的图片可以看出 两代女排国手相处得非常融洽 手术后他们的笑容也依然灿烂 三人一同住在芝加哥华侨提供的住处内 从他们快速更新的博客可以看出 等待恢复的三人心情都还不错 只是因为康复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冯坤 赵蕊蕊 今年春节不能回家过年了 北京时间2月3号 一甲巴勒默克场以2比1击败卡塔尼亚 引发了球迷的不满 球迷骚乱的起因是 本场比赛中出现了两次误判 上半场第五分钟 巴勒默克的前锋卡塔帕罗在越位的位置上打进一球 但是裁判判进球有效 这时主场球迷的不满引发了骚乱 比赛在42分钟后重新开始 双方战成1比1平后 第二次误判又出现了 第83分钟 迪米凯莱为巴勒默2比1锁定胜局 但是进球前他手球在先 1比2失利后 卡塔尼亚的球迷冲上街头 局面渐渐变得不可控制 警方在无奈之下 动用了崔勒瓦斯用来平息事态 比赛就此中断 骚乱中 一位防暴警察被球迷自制的炸弹击中 无致身亡 此事震惊了整个意大利 事后 意大利足协决定 当周的所有联赛都将取消 2月5日 意大利各方位在西西里球迷骚乱中遇难的警察 拉奇蒂举行了葬礼 上千人自发加入了拉奇蒂的送葬队伍 其中包括了多位 意大利政界和体育界的要员 意大利媒体报道称 这次球迷骚乱事件简直就是把足球比赛变成了战争 100人在这次遭乱中受伤 警察逮捕了9名极端球迷 球场内外 双方球迷均发生了打斗 事情发生后 绝大多数的民众选择了本赛季 一甲联赛就此为止 希望利用联赛停止的这段时间 各方认真反思意大利足球 给意大利足球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于核实复赛 意大利内政部长阿玛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内阁不会终止本赛季一甲联赛 但也不会操之过急 意大利政府方面目前表示出的强硬态势 至少传递了他们希望彻底进化 意大利足球环境的决心 其实在足球赛场上 球迷骚乱事件屡屡发生 回想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上 一位叫尼维尔的法国警察 倒在血泊中的镜头 深深地刺激了全世界的人们 在德国队同南斯拉夫队的比赛之后 几名来自德国的足球流氓 对正在直前的法国警察尼维尔 拳打脚踢并猛踢他的头部 致使尼维尔当场昏厥 经过抢救之后 虽然脱离的生命危险 但是脑部严重受创 他终身无法自立 在2000年4月5日的 联盟杯半决赛开始之前 一位喝醉酒的英格兰球迷 在街头挑衅 与土耳其当地球迷发生了冲突 混乱中被人连刺17刀的 利兹球迷当场死亡 另外一名球迷身受6刀后 最终在送往医院途中不治身亡 2004年11月22日 在贝西科塔斯队 同里泽斯库尔队的 土耳其超级联赛中 16岁的球迷西哈特阿克塔斯 不幸成为了土耳其球场 暴力的牺牲品 当里泽斯库尔队率先进球时 被西科塔斯的球迷调解了争斗 双方冲突迅速升级 16岁少年阿克塔斯 在湖南中 胸部和腹部连中15刀 不治身亡 近年来 阿根廷联赛的暴力事件 也是频频发生 根据统计显示 阿根廷在1931年建立职业联赛以来 因为足球死于非命的人 已经超过150人 暴力正在使阿根廷足球走向死亡 面对球场上日益猖獗的暴力事件 阿根廷足协主席甚至也表示 如果球场暴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 阿根廷联赛将无限期暂停 类似的球迷骚乱和暴力事件 还有很多 一次次的悲剧 让世人震惊的同时 也使足球比赛背提了 和平 公正 友好 健康的体育精神 希望这次意大利的流血事件 能够引起各国政府 和世界球迷足够的重视 让暴力从此远离足球 中文字幕提供